4G的总计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有看到总计 4G的总计 这个4G的总计用户数 4G总计用户数 如果我把总计拿掉 有看到吗? 它就会产生什么问题? 它就会产生所有4G都没有户数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想办法 想办法做什么事情 例如说2G总计 2G总计 跟4G总计 是不一样的一个计算 不想要各位可不可理解 就是在这个地方 4G我就是要单独算在另外一张 因为你这个4G总计 是中华电信的4G 加台湾大哥大的总计 加4G总计 再加远传的4G总计 对不对? 你不能把一个总计跟一个 例如说2G 然后中华电信来比 这是不公平的比较 而且也不应该这样子比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2G总计可以跟4G总计比 所以我们会有两张图 一张图是2G3G2G3G的比较 可以同意哦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说 那个这都是单独的数字 就是举例来说 你在前面一点的资料 快速点两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真的不应该这样子去给 这都是前面那个数据 数据哦 没有做正确的一个分类 可能会导致错误 我的意思是说 2G它是这样分类 3G它也是这样子分类 可是4G不是 所以我就只能留下所有的总计来比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所有非总计来去做比 也就是2G3G可以放在一起比 然后4G要独立比 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它做完 这个叫做行动通讯 行动通讯用量 然后 冒号 2G3G 可以吗 2G3G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